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的贵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那么周三的台股向上封闭缺口 再度挑战这个下降反压 那当大盘越过这个下降压力线之后 就会开始加速反攻 投资朋友们该如何来把握这个新机会呢 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 我们的同步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股票 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那么台股在第一季 真的是碰到很多的利控因素 但是现在这些利控也都逐渐化解了 那么所以接下来的四五六月份 大盘在加速反攻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留意哪些主权 因为这个重点就在于说 当市场愿意做多的时候 你给我什么东西我都做多 是 一个新闻的本身 我买进可以有两种理由 比方说开战了 比方说签约了 对不对 如果说市场是往空方解读 那不管你什么给我理由 我都可以卖出 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看哦 照理来讲哦 这个恶物在战争的时候农粮不是大涨吗 对 原物量不是大涨吗 对 那你只要一有稍微和谈和缓的气氛 所有农粮股都要大跌嘛 万劫不复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你看这个农检涨这么多 他也没有开跌厅锁在那边啊 他反而有成交量 是 你也没有看到所有的钢铁股都大跌啊 没有啊 云墙你看还好几个钢铁股 礼拜三开出来反而还有买跌 还开地走高了 还收红棒 是 那你怎么会解读呢 相反的同价在跌对不对 可是你看哦 同价在跌也是有受惠的股票嘛 比方说你车用二极体对不对 导线价 导线价来讲导线价最明显啊 因为导线价的话那两只脚要用铜铁料嘛 对 所以你看德维他事实上上工的 然后呢 借铁也涨 导线价三雄都在涨 都在涨 就表示说 你看哦 一个新闻出来了 就是说你原物料价格在跌的时候 我可以让原物料股票大跌 我也可以让 以原物料为材料成本的电子股大涨 是 你就看市场上选择走哪个方向 市场上选择走第二种方向啊 是 这就是我讲的一件事情 他是利多也是利空 其实你只要看市场上往哪个方向反应 假设说现在是一个空方局往空方反应 那你不用讲了 你也不用解了 你卖对了啊 对 那现在呢 不是啊 明明就是往多方反应 不然你的维冠本创新高 对不对 我只不过给你一个价格的利多 你就创新高了 反而这个俄乌战争和缓了以后 你看这个导线价三雄拉起来 这个就表示说大家也知道心态上就是我第一个阶段讲的 重点不是那个新闻的本身 重点是在看待这个新闻的人的心理 他选择多方吗 因为你做多赚到钱的啊 你放空没有赚钱谁要给你空 就做多赚到钱 是 那我回头来讲这件事情 大家在四月份的时候要加紧脚步了 因为现在阻碍你的一个原因都拿掉了嘛 像什么升息也升过了 升完就大涨了嘛 对不对 对 现在回想起当时为了升息 在那边砍到低点的人 真的是心中真的蛮肚子委屈的 是 当时为什么骗我杀的低点 对不对 是 然后这个打仗的时候 吓得这个魂不附体 对不对 结果卖掉的股票现在创新高 恨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市场吃人不住骨头嘛 对不对 对 那你就不要听他们的嘛 对不对 那种新闻你就少看嘛 少听嘛 那有的人他报导新闻的时候 他就喜欢站在很聪动的角度 跟你讲这个跟你讲那个 当时多危险多可怕 我知道上个礼拜最扯的 还有人说什么 什么普丁不服输会用核弹是不是 我的妈呀 真的是 我觉得有的名嘴 你讲一个事情你可以讲 那是你的自由啦 但是其实有的名嘴 你不理解说 观众听到你这样讲 他会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说 如果说有一些名嘴 如果你自发的兴起一些所谓的社会责任的话 讲话还是要讲完整一点 你他影射说什么 普丁不排除他可能用核弹 那多少散户砍在上个礼拜低点 恨都恨死了对不对 是 什么核弹 那核弹那个刚刚卖股票 真的要打核弹 你股票也不用卖了啦 你还留着钱干嘛 对不对 这核弹打一打地球也没了 对 那还不如股票留着 搞不过还是低档可以翻身 对不对 杀在低点是最不明智的啦 那我们就回头来讲这件事情 看一下这个四月份 哇好多股票可以做 好多机会 来我跟各位讲 是 首先第一个原则 回到电子股的话 我们就不免就要讲一件事情 为什么电子很弱 但是其实电子不弱 因为我举IC设计为例 是 我讲IC设计 你就说哎呦 这个股王跌那么多 你看联发哥爬不起来 破了一千块以后 好那我讲一个道理给你听 现在在电子这个整个产业当中 弱的是手机 手机弱很正常吧 Ruby你多久没换手机了 好几年了 对啊正常嘛 你看Ruby的回答就代表大家的心态 好几年 这很正常啊 你手机又不会坏 是 干嘛换对不对 因为前几年还有那个什么镜头大战 现在镜头大战 大概不玩了 再怎么拍就这样 你现在镜头再怎么好 我讲句难听了 还不如用美基APP 你说对不对 我都要那个美基APP 比你镜头强十倍都有用啊 整个一拍 哇塞我年轻20岁 再拍那么仔细干嘛 对不对 所以以前那种拼那个话数大战 现在谁要来拼啊 现在我告诉你 厉害的是美基APP 那个才强 那这个当然是外国公司挂牌 我们就不讲 所以我现在拉回来重点 手机在这个地方需求看不到 很正常嘛 因为就减缓嘛 所以你拉出来 只要跟手机有站上边的 你都不讲啊 但是你如果把它切开 你看 哎 我以年马哥为例 年马哥不涨 说IC设计都很弱吗 不是啊 你看幸华哪有弱 没有弱 那3000多块的股票 还还一度想要挑战性高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很简单 它伺服器嘛 是 你今年拉到伺服器的全部都是三级跳 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 升天 对不对 这个男怕 女怕嫁错郎 男怕血错郎 对吧 是 你看这个做PCB的哇升天 要脖子升天 金刚链强的什么样 哇 你看这个散热的 也好 那个奇红的 刷来刷去 哇 这个要跌不跌 结果最后还是撑到高点 对 你做短线都吃不到它的好处啦 反正人家就是抢嘛 是 哇 那个脖子 然后你看那个信鸿 反正你只要切到这个伺服器 每个都抢 挡挡强 好 那我们现在拉回来 是不是跟你IC设计无关 无关啊 联网科叠 没有我事啊 我不是跟那种手机的 所以 MG为什么抢 我车用嘛 对 我车用的 对不对 这个事情 其实从新唐创新高之后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有的人他很疑惑 为什么IC设计这么两级 为什么都是其中几档特别强 其实没有啦 不是这样的 你现在只要不沾手机的都没事的 真的 我不会骗你啦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我们上礼拜开始跟你讲说 汽车汽车买汽车嘛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一次 因为MCU它很多就是车用啊 MCU盘就是车用啊 车用MCU 不然就公控MCU 对不对 然后你相对来讲 像我们的话就是跟各位讲 我们有一个老朋友嘛 对 其实就生全 他又涨停了 对吧 就蛮开心的啦 这个我就不跟大家再多说了 因为这张股票我在上个月的时候 节目讲比较久哦 然后有一些朋友在这一次低档的时候有进场 尤其是在前几天 那我先恭喜各位啦 可是这个东西我们在空中没有讲 我们写在light里面 所以再一次强调了 把握自己的权益 就是light少一少 很重要 反正这不用钱嘛 对不对 你都已经听我蔡振华的节目了 你不加light 那这也有点习惯 对不对 因为这个来到这边 这开幕置信 面子不拿 拿到面子回去 不用钱的 那这样我们继续讲 MCU这个部分 新唐带个上影线要不要怕 不用怕 很多股票带上影线 甩一甩继续上 你要挑那个股性比较好的 那我现在要把重点拿来讲车用 因为很多人说 这次投信买台半 因为台半你看礼拜五 礼拜三收一个上影线那么长 那这类似这种话 我们就不要讨论了 因为现在当充客很多 你只要大盘在气氛比较好的当天 都会有人就做当充 你比方说 你看德伟 他在礼拜三的时候 算先light跟涨停 对不对 那一定会有人去当充 导现在三雄 一定会有人去充借铃 一定有的 借铃没有涨 比方说你德伟锁上去了 借铃那时候才涨3% 那我就买了 对不对 那比方说有的人 他短线可能就去买什么 飞红 对不对 因为他中探针 就看 反正我就当充 反正今天气氛好 我就当充 买个10张买个20张 尾胖我把他嘎掉 说不定可以赚5000块 对 这就是当充客的想法 我已经跟他讲过了 但是很多当充客就跳进来 他就受伤了 比方说他买在6%的地方 结果呢 台办一个上影线 直接把他打到平板 是 你当场那个吐血了 对 本来想赚8000就赔了8万 没错 结果你没有先交割啊 对不对 要交割的话 你要拿400万出来 那你怎么办 只能这么赔 对 挺顺的 所以 礼拜三的那一堆上影线当中 礼拜四有保障 是 接 我告诉你 我的独门绝学 专收上影线筹码 现在 现在台湾市场上 全台湾 我告诉你 还没有人跟你讲这一招 对 我就专收这个筹码 因为 现在当日冲 隔日冲的券商太多了啦 他们当年曾经有辉煌的一段历史 他们忘不了他们成功的模式 就是冲嘛 对不对 然后拉上影线 然后呢 把自己成本降低 谈退佣 然后就 就这么几招 是 然后呢 等到他们尾盘再剁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就要去准备低接啦 所以我现在来跟各位讲说 汽车零组件现在全面扩散 因为美国也是长这个嘛 因为Tesla他们也是长这个 所以你汽车零回来 那我们看一下 除了导线价二极体 然后 前一阵子的话 当然 最重要几支股票 还有那个 台湾显示器嘛 一粒店他整理一段时间以后 再供一次的 那另外一档股票 当然就是大众控 这两档一组的嘛 其实 一粒店在这一次是真的抢 是 因为他是这一波 从头到尾没有回的嘛 对啊 那但是因为他中间有一段 分盘交易以后 没有什么换手量 导致于就是说 有部分在里面的人很紧张 所以因为他那天 有一个开高走低的大长黑 我当时都说 只要这根长黑被化解掉 他准备要走主身段 是 那目前看起来跟我们的 评价也差不了很多啦 那这档股票 他的操作重点很简单 就是说 如果他哪一天涨停了 隔天开高你不要追 为什么 因为涨停是隔日冲的筹 筹码去锁的啦 是 那你就等到开高走低的那天 慢慢消化以后再低一届 以后所有股票通通都一样 都这样做啦 那我认为从四月份开始 因为三月份的恐怖平衡已经到来 来一个尾段了 对 你看资源也好 你看创委也好 你现在排名中去追肉不多了 不妨趁着电子股 尤其汽车股重新转强的时候 我们开始重新来布局 因为汽车领主件当中是车用IC是涨得最强 是 每年都一样了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跟手机无关的IC设计已经转强了 那汽车族群也转强了 当然你的最佳选择就是车用的IC设计 所以错过了这次这些股票的话 我们当然周四周五要布局新的股票 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做进场 好的 那么就请大家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蔡英斯坦免费的 麦账号 全新的汽车领主件 我们即将要布局了 欢迎来电咨询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进广告咯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毫无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穿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 23年来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树菇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鼓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 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天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面对即将来临的四月行情 强势股在三月下旬就已经表态了 本波段的政策概念股在电力、生计、军工之后 资金再次回到了大家熟悉的汽车零组件 那么全新的车用概念股 蔡英斯坦都帮大家锁定好了 这一档务必跟上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168 或者是播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全新的车用概念标股 还有营收黑马股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 欢迎回到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资金回到这个车用族群之后 果然这个汽车都是越涨越凶 但是老师车用的范围这么的广 我们可以如何来选呢 因为从上到下很满多的 像MCU就是其中一块 MCU就是切车用的蛮多的嘛 车用加供货的蛮多 那另外我们看到就是说 礼拜三的时候还涨到一些 极低档的车用零组件 比方说我们看到像这个同志 胡莲 那甚至有一些传产的 像车王店 那这种股票其实就是 属于中长期在低档区 那还没有真正转强 不过尝试有机会打一个底部出来 我相信这些股票如果在底部打出来以后 在今年下半年的机会还是存在的啦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几个 今年比较重要的话题 那首先的第一个就是这个 鸿海了 他说他们10月底要给大家预购 他那辆车嘛 那如果你10月底要给你预购的话 大概估计现在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因为往前推的话差不多半年 一般来说半年 手机都这样子 半年之前大概苹果的心就开始拉火了 他如果说那个地方要给你预购的话 也不可能接单了以后才开始设计 才开始做吧 应该就已经是完成形态都做的差不多了 你才让你预购 因为能够预购的时间点就是那个商品已经成型了 所以怎么抓看起来的话 就是说应该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都有机会开始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广宇 他在礼拜三的时候尾盘有稍微动一下嘛 MIH大联盟当中因为股票非常的多 所以你只能抓重点那几支 那我简单来讲就是 曾经在2020年11到12月大涨的股票 曾经在2020年11月到12月大涨的股票 经过了13个月的修正 因为去年在做拉回很像整理嘛 是 因为去年在让大家看到他们那两台概念车的时候 也有讲过两年后要量产 如果把去年算进去跟今年上半年已经过了三个月的话 其实你看一看差不多 那接下来就几个重点就是 当你量产以后什么时候会出营收 因为零组件的这些厂商 他的营收不是等到开卖才会拉起来 开卖之前就会先拉起来 这样才合理嘛 是 因为他又不是说什么货到付款 对不对 他又不是像这个什么外卖 他不是这样子 零组件实际上我下单给你的时候 你当月营收就出来 实际上反而是那个终端在卖车那一家公司的话 他的款向是先付出去 所以他才会库存成本嘛 对 那因此的话这些上有零组件你要观察 就是说四五六月 谁的营收先偷偷跑出来 哇那这个股票显然就是重心的 因为现在有一个重点像我刚刚讲的 MH大联盟当中有这么多公司 你怎么知道第一个最凶的拉起来会是谁 虽然说当时有几支有先跑嘛 对不对 你当时比方说浦城有跑一段嘛 是 广宇啊 洪准都曾经有跑过一段对不对 是 然后大家一定会想到乙胜嘛 那其实我认为啦 大家想得到的就不是最标的 哦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对对对 我心中其实是有一个人选 哎呦有一个面秘性 因为你如果问我蔡正华的个性 我告诉你很简单 只要是有任何的零组件排出来 我IC设计一定排第一个 对 我一定是排第一个的 反正永远不管是什么族群 如果那个族群当中有IC设计可以签上边的 我他我一定先先搞他 对先选他 我一定先搞他 其他的都放在后面 是 我讲IC设计这个东西是台湾人永远的主流 是 你永远跑 没 你就再怎么样每隔两三年要回来一次 你看当年 其实那个贝东元建在最嚣张的时候 皇盛时期的五六年前 对不对 你绕两圈 顶多给你发亮发亮一样次 其实你拉回来 到最后发现 到最后 鼓王鼓后鼓王子 你抓前几名 到最后还是IC设计 跑不掉了 那没办法 这是因为台湾 台湾的这个产业性 特性使然 因为台湾不太可能有那种 大的那种平台 搞得像阿里巴巴那样子 对不对 你不可能像美国一样搞个谷 Google出来 对不对 你不想不可能弄个Meta 那你既然是要这个代工 代工是为例 你是帮大品牌做代工 你最终走向怪物就是IC设计 因为这比头脑 不是比人口 你说比谁的嘴巴多 中国美国嘴巴多 对不对 但你比那个头脑 其实台湾是厉害的 所以我现在来 讲我们刚刚的这几支股票 那我们再来讲车用导线 假设刚刚讲过了 顺德 借铃 这些 因为现在短线上有个同价 拉回的题材嘛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包括有三代半导体的 哎 这边有一支股票 车店概念 是 刚刚走第一根 刚刚走第一根 张股票我们留着 张股票留着 我们让你的投资朋友们 礼拜四礼拜五做进场 大家担心的包括像什么货柜三雄 这个 说他这个简直怎么样 其实你看长龙也没有在跌了嘛 对 对 严董他们出在150几 那你再下来的话 其实价差也有20块 看谁看谁在打底 应该又有人在低接了 整体来看的话 我认为就是说四五六月 六月份 是今年最重要三个月 因为是大盘打底完以后 刚刚起涨 我觉得大家务必要把握这个机会 真的是务必要把握这个机会 而且刚刚转到汽车 这个部分不但是我们最拿手 也是大家最喜欢的 对 大家最熟悉 我帮各位挑的就是那个价格都不到100块的 三月一周再创新高的 赶快先给我们做进场 把握这次机会 好的 那么要卡位四月份行情的朋友 一定要在本周就跟上我们 那么电动车也是绿能概念当中的 最大宗的族群 全新的车用零组件的概念 无务必把握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免费的Lighter 或者是波通专线联络我们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摩尔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各位炒嘴快赚点钱 摩尔投顾110年 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新柜股票登陆条件较上市柜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 进广告咯 有机金管米新上市 毫无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23年来 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树菇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古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管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听有价4包660元 立即上好务市集02-2362-1968 听众朋友面对即将来临的4月行情 强势股在3月下旬就已经表态了 本波段的政策概念股在电力、生计、军工之后 资金再次回到了大家熟悉的汽车零组件 全新的车用概念股 蔡英斯坦都帮大家锁定好了 这一档务必跟上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帐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拨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全新的车用概念标股 还有营收黑马股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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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